欢迎收听《一飞独步天下》,我是靳云开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话,就到平衡去来找我吧。 第244集 面对诸葛小大夫纯净的眼眸,有些将领难堪的别过脸,也有人满怀愧疚,却仍旧为自己辩解。 诸葛大夫,中毒的人实在太多了,你看看能不能和王妃说说,多让几个人一起制作解药,我们保证绝不会泄露药方。 诸葛大夫,我们没有别的意思,只是为了让更多中毒的同僚早日康复。 他们是真的感谢王妃配出了解药,可却不明白王妃这次为什么不把药方拿出来。 先前,王妃和诸葛小大夫配出了解南疆毒的解药,不一样把药方拿出来了吗? 为什么这次不行呢? 是因为先前的药方需要南疆的药草,王妃和诸葛小大夫办不到,这一次的解药简单,很容易配出来,所以王妃才不肯说出来吗? 如果是这样,王妃真的是太自私了。 你们,你们都是这样想的,都怪王妃。 诸葛小大夫看着众人,现在上所有人都不敢直视她的眼睛,一个个避开心凉了一截。 她开始怀疑师门的规矩是不是错的,身为医者要善良,要有同情心。 见到病人就要谨励医治,不可推卸责任,不可刁难病人,不可借医术敛财,不可…… 诗门有一大堆的规矩,她一直按诗门的规矩办的。 先前为了救治那几个村民,她用尽了所有的办法,结果她救活三人,有一个实在是伤得太重,无法医治。 可是那些村民却忘了她先前救好的三个人,只记得她医死了一个人,死活要她以命偿命。 这次,她跟王妃一起寻到了解药,王妃为了配出这些解药,每每都把异能耗尽, 每天脸色白得不像人,身体虚得连走路都吃力,甚至都不能停下来,先依依自己的脸。 可是这些人是怎么回报王妃的? 他们感激,可在感激的同时又怨恨王妃,怨恨王妃为什么不为他们多做一些? 人心不足蛇吞向,说的就是他们这些人,他们说王妃自私,可在她看来,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自私,这些人根本不值得救。 砰的一声,诸葛小大夫愤怒地将手中的两个银壶打开,然后将其重重地砸在地上,解药全部溅了出来。 众将士和军医都吓蒙了,一个个站在原地,动也不敢动。 诸葛小大夫却毫不在意,他冷冷地看着在场的每一个人。 你们这群人,根本不值得王妃费心救你们。 我和王妃再也不配解药了,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 左右不就是一条命吗? 你们有本事杀了我呀。 而且,诸葛大夫,这是,这是。 有人想要解释,可面对圣怒的诸葛小大夫,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 这一刻,诸葛小大夫依旧是那个个子小小,年纪小小,单纯却医术高超的少年,可又有什么不一样呢? 这一刻,在场的人,没有一个人认为诸葛小大夫好欺负。 诸葛小大夫一砸完解药,他心里就后悔,后悔自己这么做太鲁莽了,也后悔浪费了王妃的心血,可他不后悔不救这些人。 诸葛小大夫冷冷地看着他们,转身就走,可刚走两步,萧绍蓉就带人过来,一副不知情的样子,义正言辞地道。 诸葛大夫,这是怎么了呀?谁欺负你了?说出来,我给你做主。 如果是平时,诸葛小大夫肯定就信了,可此刻他却只觉得恶心。 这些人,这些人,比药材可怕多了,药材虽然会有有毒的,可却不会像人一样,用无毒的外表来包装自己。 虚伪。 诸葛小大夫一向至真至纯,有什么说什么,这一刻也不例外。 诸葛小大夫老脸微红,对上诸葛小大夫这么单纯的人,真的脸皮薄了不行。 诸葛小大夫尴尬地咳了一声,连忙问向其他人。 发生什么事了? 做戏做全套,就算诸葛小大夫看明白了,表面功夫还是要做的,不然多丢人。 一副将上前,将事情的始末说明,萧绍容听罢,立刻劝解诸葛小大夫。 诸葛大夫啊,我想这事儿必然是有什么误会,这几个人我先带下去,你别生气,我保证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。 我不生气,我要回王府找王妃去,解药你们别再找我了,不是嫌我跟王妃不肯拿出药方吗? 有本事你们自己去找药方啊。 诸葛小大夫推开挡在他前面的萧绍容,又推开身后的侍卫,一步步往外走。 萧绍容一时不察,居然被诸葛小大夫给推开了,不由地气恼,可却没有表现出来,只继续跟上前劝说。 诸葛大夫啊,我知道这事儿是我们做的不对,你先回王府好好休息,你放心,这事儿我一定会告诉王爷,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 要是平时,诸葛小大夫肯定听不懂萧绍容话中的前台词,可今天他像是突然开窍了一样,他懂了。 不用拿王爷威胁我,你们不就是喜欢拿我的生死来要挟我吗?我不在乎,你们想动手就动手啊,左右不过是一条命罢了。 他对不起王妃,这一次就算燕北王要拿他的命威胁,他也不会妥协。 萧绍容尴尬地摸了摸鼻子。 诸葛大夫,你误会了,我不是那个意思。 小大夫的脑子怎么突然灵光了,难不成是王妃调教友方? 随便你,我现在不想跟你讲话。 诸葛小大夫很清楚,他说不过萧绍容的,所以他不说了。 不管萧绍容说什么,他皆沉默不语,默默地爬上马车,让侍卫赶车回王府。 他不会蠢地放着马车不坐走路回府,也不会蠢地说不回燕北王府。 燕北王府的人不会同意他离开的,而且王妃还在燕北王府,他不能一个人离开。 今天的事,他还得回去告诉王妃,免得王妃什么都不知道,吃亏。 萧绍容当然能把诸葛小大夫拦下来,可看诸葛小大夫一副伤心绝望的样子,就知把人留下来也无用。 横竖是回燕北王府,又不是跑掉,回去冷静一下也是好。 安全护送诸葛大夫回去。 萧绍容交代了一句,就没有说话了。 爬上马车,诸葛小大夫一个人锁在角落里,默默地垂泪。 师傅,外面的世界好可怕,这些人一个比一个聪明,我害怕了。 师傅,幸亏遇到了王妃,不然我肯定坚持不下去。 王妃,我对不起你,我好像把事情扮砸了。 而,就在诸葛小大夫赶着回去找纪云开时,纪云开正头痛地想着如何打发这一屋子的人。 哎呀,本集又结束了,我们下集再见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